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嗯,可以了 你有儿童技能奖法帮助你学习了什么技能呢? 学习了一个叫当众讲话的技能 因为我原先很担心 就是怕上台演讲的时候发抖 然后就演讲不好 因为我这项很差 所以我就学了一个当众讲话的技能 那你给这个技能起名字了吗?叫什么呢? 起了,叫白菜技能 哦,白菜技能啊 那学习这个白菜技能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好处是让我在班里能出个名头 然后呢,第二个好处是在我爸的心目中能依我为荣 好,那学习这个技能的时候对我谁帮助到你呢? 有,我们老师 我们的老师 还有我这个铁哥们 还有全班的同学 然后还有我的家人 你有魔法宝贝帮助你吗? 有,魔法宝贝叫苏母空 因为这个,因为这个苏母空他胆子特别大 那个去哪儿都一身那么大胆 然后呢,因为我特别胆小,所以我想学习他 哦,你都是怎么练习掌握这个技能的呀? 嗯,就是,上台演讲 然后呢,每一次上台演讲的时候 我都是第一次上台演讲 然后我拿着稿 然后呢,对着全班同学 然后呢,还是输不出来 然后我就把他们当成 每一个同学都当成大白菜 然后无视他们 然后之后 嗯,就 之后我就 嗯,有一些 嗯,自信心 然后才勉勉强强说 说下来那一 那一次演讲 还有别的练习吗? 嗯,还有一个是 本学期的 然后就是有一次 老师让我们 自动 就是,老师让我们 嗯,做一个演讲稿 然后要脱稿 然后主动 谁先来 然后呢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有讲 然后呢 呃,所以 然后呢,当时我跟 呃,当时我 本来是想了第一个去的 然后呢,又犹豫了 然后还 因为我们 搬 冷场了那时候 然后呢 我就多想又想 然后最后是第一个上去的 嗯,这 那是脱稿 然后呢 我 说一句 然后呢 呃,停一会儿 说一句,停一会儿 然后才勉勉强强的 呃,那个 讲完这次演讲 好厉害啊 你原来一上台就很胆小 到现在 你已经练成了你第一个冲上讲台 嗯 嗯,真是 太棒了 那你掌握这个技能的时候 你是怎么庆祝的呢 庆祝 嗯,有 就是 有一次我们 学了 一个是全班学的庆祝技能 还有一个是自己学的技能 然后呢 我们为了开,我们开了一个特别的庆祝会 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两个同桌 每一个 每一对同桌 然后呢 去,去一个班里去分享一下 那个 怎么学习技能和学习的方法 然后我和我同桌去的是四四班 然后还收了两个徒弟呢 哇,好厉害啊 都收徒弟了 果然 嗯 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了 你觉得 儿童技能讲法怎么样啊 特别好 挺好的我觉得 然后呢 因为 以前 我爸 总是 不是 以前我学习总是被 我爸或者是老师拎着走 然后呢 到了五年级就是 嗯 一半是拎着走 一半是自己走 然后现在都成了全自动的了 哦 全自动的 全自动的什么呢 全自动的 自动学习 哦,OK 好,谢谢你 太棒了 你的当众讲话技能真的很了不起 而且你还是脱稿的孩子 真棒 我们为他鼓鼓掌 OK Bingo 好 我也成为你